好 下面我们来看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这个是三星考点 非常重要 那关于这个核算方法的转换 这个比较复杂 有成本法转权益法 权益法转成本法 然后金融工具转成本法 金融工具转权益法 就是它会有很多这种转换 那大家在记的时候有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就是个别看科目 合并看关系 什么叫个别看科目 合并看关系呢 就个别报表中 如果科目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原来是金融工具 我们把金融工具的这几个科目 算作一个科目 然后长期股权投资 算作一个科目 比如原来它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变成了长头了 那么在个别报表中 原来的部分就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或者说是长头变成了金融工具这些科目 比如说你处置一部分 然后剩下的就变成金融工具了 如果科目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按照账面价值 就个别报表看科目 看科目是不是发生变化 变化了的话 原来的部分作为供应 原来的部分按供应价值 如果科目没变化 继续按照账面价值 那合并看关系 看的是什么关系 看的是控制关系 在合并报表中 如果控制关系发生了变化 则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这是一个规律 我们通过下面的讲解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样一个规律 首先我们来看成本法转权益法 比如说原来是60% 卖了30% 还剩30% 60%的时候我能达到控制 我是按照成本法核酸 卖了30% 还剩30%按照权益法 重大影响 好 我们看个别报表的处理 成本法转权益法 会计科目变没变 没变 还是长期股前投资 个别看科目 科目没有发生变化 还是按照账面价值 但是转换成权益法 它是账面价值 但是它进行追溯调整 要进行追溯调整 先来看处置部分 处置部分借银行存款 卖了多少钱 然后带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对应的份额 对应的账面价值 差额 进入到投资收益 可能是在借方 也有可能是在贷方 剩余部分 比如说我卖了30% 卖的30% 是做这样的账务处理 还剩30%呢 还剩30% 科目没有发生变化 也就是还是以账面价值为基础 但是需要按照权益法 去追溯调整账面价值 因为成本法 它是什么成本 它是历史成本 它一开始确定了 它又不变了 但是权益法不一样 权益法是随着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要对成本法进行追溯调整 那关于权益法 首先是对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 如果初始投资成本大于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应价值份额 它不需要调整 那么如果初始投资成本小于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份额的 那按照权益法 需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同时确认额外收入或者是调整留存收益 比如说什么时候调整额外收入 什么时候确认留存收益呢 比如说假设现在是21年 21年如果我21年就投了60% 就是21年 我在21年投的60% 1月份买的60% 然后在3月份卖了30% 卖了30% 那这个我追溯调整 我就追溯到21年 追溯到21年 就21年1月份 就是当年的 当年的我就记录额外收入就行了 那假设这个投资 我是在20年 比如说在20年1月份投的 在20年1月份投的 你要追溯到20年 那追溯到20年 你不能再用21年的损益科目了 那20年的相应损益科目 应该转到哪里 因为20年的损益都已经转到留存收益了 那就是带盈余攻击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如果题目中 给出了具体盈余攻击的比例 我们这两个分别写 如果考试题目中 没有给出盈余攻击的具体比例 那么这两个呢 合并写成留存收益 合并写成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好再来看投资后的调整 那权益法投资之后 它要随着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的变化 而变化 那被投资单位如果形成了 如果有净利润 比如说我是20年1月份 投到60% 然后在21年的3月份 21年3月份出售了30% 好 那我按照最初始的投资成本调整完之后 那在这段时间是不是还有损益呢 是不是还有损益 是不是有被投资单位净资产的变化呀 那么对于2020年这部分变化的 跟损益相关的 因为它都记录到 所以已经转到留存收益了 所以这部分我就通过 应于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然后呢 对于当年的 对于21年的 那我正常记录投资收益 然后对于这一段期间 因为损益啊 它是有年份的限制的 它是有年份的 因为它到一年呢 它又转到 就是相应损益 转到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 转到未分配利润 然后GT盈余攻击 就等于转到留存收益里面 那么对于其他中国收益 对于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它是没有年度的划分的 所以呢 对于其他中国收益 和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我们在这段时间呢 也给它调整 按照权益法 这个调整 好 刚刚讲的是个别报表 个别看什么 个别看科目 科目没发生变化 所以还是以账面价值为基础 只不过是需要 对账面价值进行追溯调整 再来看合并报表 合并看什么 合并看关系 合并看关系 从60%降到30% 关系方面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 原来你是我的子公司 现在不是我的子公司了 那怎么办 剩余部分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起来 那合并报表应该确认的 投资收益呢 相当于什么 原来你是我的子公司 我把你要纳入我的合并报表 现在你不是我的子公司了 相当于我把这个子公司 给出售掉了 相当于把这个子公司 出售掉了 所以在合并报表 它的投资收益怎么算 按照处置部分的对价 加上剩余部分的 公允价值 我们看一下 处置部分的对价 处置部分的对价 一般这个对价 也是供应的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全部的供应价值 相当于全部的供应价值 减掉 按照原持股比例 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的份额 加上按照原持股比例的商与 按照原持股比例 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的份额 可辨认净资产的份额 可有商与 这个相当于什么 这两个相加 相当于总的供应价值 这两个相加 相当于总的账面价值 这不就相当于把它卖掉了吗 供应价值减账面价值吗 然后再加上 其他动作收益 你不把它处置掉了吗 处置掉了 对于可以转到损益的 其他动作收益 你要给它截转掉 然后还有其他权益变动 就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对吧 你有其他权益变动 有这些部分 你也要给它截转掉 就是相当于 把这个子公司卖掉了 其实实际上也是 原来你是我的子公司 要纳入我的合并报表 现在你不是了 现在你不再纳入 我合并报表了 相当于把你整体出错 好 那再来看合并报表的 会计处理 因为剩余部分 要调整到供应价值 对吧 它控制关系发生变化了 剩余部分调整到供应价值 借长期股价投资 带投资收益 或者做相反分落 把这个长头 剩余的部分调整到供应价值 然后对于出售部分的投资收益 调整会计价值 因为出售部分 这个投资收益 你都记录在当期了 那么如果是 按照我合并报表 按照我合并报表 我还有一段时间 是属于之前的呢 是属于之前的 你出售那一部分 相应的 对于净资产那一部分 它有的是属于之前 以前期间的呢 那把它调整到以前期间 那就是借投资收益 带盈于攻击 被分配利润 然后其他中央收益 资本公积 或者是做相反的分落 由于这个子公司 控制关系发生变化了 相当于把这个子公司 出售掉了 所以在合并报表上 与原投资有关的 其他中央收益 其他权益变动 也都得转掉 那对于 可以转损一部分的 其他中央收益 然后还有资本公积呢 都转到投资收益 借其他中央收益 借资本公积 带投资收益 或者是做相反的分落 那么对于其他中央收益 还有不可转损益的部分呢 如果是不可转损益的 那也要给它转掉 转到哪 转到留存收益 转到留存收益 带盈于攻击 未分配利润 或者做相反的分落 当然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题目中给出了你 记题盈于攻击的比例的话 分这些 如果没有给出你 记题盈于攻击的比例 这两个合并写成 未分配利润 合并写成未分配利润 好 下面我们看一道例题 是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2017年1月1日 假公司支付600万元 取得乙公司100%的股权 投资当时 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 供允价值是500万 商誉是100万 也就是说 它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净资产的供允价值 2017年1月1日 至2018年12月31日 乙公司净资产增加了75万元 其中按照购买日 供允价值计算实现的净利润 是50万 持有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以供允价值计量 前期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的供允价值 升值25万 也就是说 净资产增加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净利润的 一部分是其他综合收益 而且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能转到损利的 2019年1月8日 甲公司转让了乙公司 60%的股权 原来是100% 转让了60% 还剩40% 收取现金 480万元存入银行 转让后 甲公司对乙公司的持股比例 变成了40% 能够对其施加重大影响 所以原来是成本法 现在变成了权益法 原来在合并报表是 我的子公司 现在不是我的子公司了 2019年1月8日 即甲公司丧失 对乙公司控制权日 乙公司剩余40% 股权的供允价值 为320万元 在个别报表上 由于科目没发生变化 所以个别报表 就进行按照权益法 进行追溯调整 以账面价值为基础 进行追溯调整 但是在合并报表上 由于控制关系 发生了变化 原来是我的子公司 现在不是我子公司了 所以剩余的部分 要调整到供允价值 假定甲乙公司 提取盈余公积的比例 均为10% 假定乙公司 未分配现金股利 并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在其个别报表 和合并报表的处理 分别如下 好 先来看个别报表的处理 个别报表 先看处置的那一部分 卖掉多少 卖掉60% 卖掉60% 个别报表 它是按什么 按照成本法 什么成本 成本就是历史成本 历史成本就是多少 就是600万 就是600万 那600万的60% 就是360万 带长期股权投资 360万 卖了多少钱 卖了480万 收了480万 建央从管480万差额 代计投资收益 120万 这是对于处置的那一部分 那么对于剩余的40% 对于剩余的40% 我们要按照权益法进行追溯调整 按照权益法进行追溯调整 进行追溯调整 首先对初始的成本进行调整 有一题目告诉你了 初始投资600万 然后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是500万 可辨认净资产共产价 所以初始投资成本 总的就大于40%肯定也是大于它 所以对于初始投资成本 是不需要调整的 那需要调整的 就是按照权益法 要追溯的这段时间 要追溯的这段时间 就在这个期间 对于它的损益 对于它的其他综合收益 要进行调整 好 由于它是在什么时候 卖的这60% 由于它是在 某九年1月8号卖的 所以它在之前的这个 都是属于之前期间 它在形成的这个净资产的变化 都是以前期间 都是以前期间的 那么跟损益相关的 跟损益相关的 我们就调整 留存收益 我们调整留存收益 那么在这之前 形成的净利润是多少呢 是50万 那有50万对应40% 按照权益法上对应40% 然后10%提取盈利攻击吗 那计算出来是2万 然后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50万 乘40% 然后乘90% 计算出来是18万 其实这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50万乘以40% 也就是20万 然后分别按10%和90%的 比例进行分配 然后对于其他综合收益 在个别报表上 因为在个别报表上 长期股权投资 就一直按照多少 一直按照初始的投资 一直按照600万 但是按照权益法 我对他净资产变动 进行调整 好 对于其他综合收益 25万 我现在占40% 进行调整 那就是代其他综合收益 10万 这两个 一共是多少 一共是30万 借长期股权投资 30万 经过上述调整后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 剩余股权的账面价值 是多少呢 是270万 怎么算的 原来的600万 乘以40% 然后再加上 追溯调整的 这30万 怎么是270万 好 再来看在合并报表中的处理 那么在合并报表中 应该确认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原来是我的子公司 现在不是我的子公司 控制关系发生了变化 所以相当于 全部给他出售掉 相当于把这个子公司 出售掉了 那按照多少出售呢 按照供应价值出售呗 出售那部分的对价 加上剩余部分的供应价值 这就是相当于 全部的这100%的供应价值 然后减掉 减掉什么 减掉投资时候的 投资时候的 这个供应价值 然后加上一个 这段时间的 净资产的变动 然后再加上一个商誉 这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这个10点 在合并报表的 账面价值 那供应价值减掉 账面价值就是应该 确认的投资收益 好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净资产变动的 75万元里面 有25万 是其他中央收益 那么这个其他中央收益 要不要转到投资收益呢 这25万的其他中央收益 不能转到投资收益 为什么呢 因为这25万的其他中央收益 是由于什么 是由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引起 是由于被投资单位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引起的 所以它是不满足 转到损益的这个条件的 所以这25万呢 那么我们要转到留存收益 所以这 我们说这个 合并报表确认的投资收益 这是要进入当期损益的 进入当期损益的呢 这25万呢 这75万中的25万其他中央收益 是不能转到当期损益的 那么由于个别报表中 已经确认了 125万的投资收益 就是我卖掉那部分 卖掉那部分 是按照这个480万 然后它的这个账面价值 是360万 是吧 然后差额120万 确认投资收益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应该做如下的账目调整 剩余股权 按照丧失控制权日的 供允价值 重新计量 经调整 因为剩余的40% 要按照重新计量 按照供引价值 来计量 因为这是合并报表 合并看关系 关系发生变化了 控制关系发生变化了 要调整到供引价值 借长期股权投资 上约40%的供引价值是多少 320万元 在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675 675 因为在合并报表的账面价值呢 就是按照最一开始的投资 再加上一个净资产的一个变化 是这么算的 超约40% 这个呢 大家不用着急 我们在讲合并报表的时候 会给大家详细的 特别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在这大家就知道 在合并报表 就是真正反映它的净资产 然后代际一个投资收益 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把它卖掉了 是不是相当于把它卖掉了 代际投资收益 在合并报表 由于控制关系发生变化 我就相当于按照供引价值 你卖掉了 然后对个别财务报表中的 部分处置收益的归属期间进行调整 在个别报表中 它是把所有的处置这一部分呢 全部记住当期了 那120万全部记住当期了 但是呢 我有对应这60%的 对应这60%的部分 这是之前期间的 所以不能记住当期的投资收益 不能记住当期投资收益 所以呢 要进行调整 归属期间进行调整 借投资收益 借投资收益多少呢 看一下待放的 但盈于攻击 未分配利润 这两个呢 其实就是50万 成功60% 这两个呢 其实就是30万 然后分别按10%和90% 然后代替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是25万和60% 只是卖掉 相当于我处置掉那一部分 我处置掉那一部分 然后是15万 所以借投资收益 45万 有的时候在个别报表的 120万的投资收益当中 有45万 但在合并报表上 有45万应该是属于 以前期间的 然后再将其他综合收益的 25万 转入到留存收益 因为这25万呢 是不满足 是不能 后面充分累进损益的 所以只能给它 转入到留存收益 转入到留存收益 这是在合并报表上 因为相当于 把你整体卖掉了 那就是借 其他综合收益 25万 代替盈于攻击 代替未分配利润 分别按照10%和90% 盈于攻击是25,000 未分配利润是22,500,000 好 下面再来看第二种 这个转换 就是金融资产 或者权益法 转为成本法 也就是有手变多 先来看个别报表的处理 如果是金融资产 转为成本法 比如说原来是5% 现在呢 变成60% 在个别报表 科目发生变化 那么原持有的部分 科目发生变化 按照转换日 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 会计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原来部分的供应价值 加上新支付的税价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替交易性金融资产 因为你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长期股权投资了 代替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然后如果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话 这个是按照账面价值 如果说这个跟他有差额 跟这个供应价值有差额的话 这个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代替到投资收益 相当于把它处置掉了吧 然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如果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呢 因为它是不能影响当期损益的 所以如果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有差额呢 就在调整盈于公积 还有预争分配 这个有可能是在借房 有可能是在贷房 然后呢 代替新支付的这部分对价 代替洋村 然后如果是设计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话 在持有期间 有供应价值变动 进入其他中国收益 你这个相当于把它处置掉了 相当于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处置掉了 那其他中国收益呢 也要转掉 转到应于公积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中 那么当然这个题目中 如果明确给出了盈于公积的集体比例 那我们这么分着写 如果没有明确给出盈于公积的集体比例 这两个合并解成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中 好再来看权益法转为成分法 有30%涨到60% 只是一开始投资30% 然后又投资了30% 从原来的不控制变成了控制 那么原有的部分 在个别报表 那个别报表 原持有的部分呢 科目没发生变化 对吧 科目没发生 原来权益法也是长头 现在成分法也是长头 所以呢 继续按照账卖价值计量就行 原来那部分继续按照账卖价值计量就行 就是新增加这部分 借长期股件投资 按照新支付的对价 代际也要粗话 好再来看合并报表 由于控制关系发生变化 无论是金融资产 还是权益法 转为成分法 都是从原来的不控制变成控制的 所以控制关系发生变化 所以在转换日 原来的那一部分呢 要调到供应价值 那对于金融资产转为成分法 比如说5%到60% 在合并报表下 因为原来的部分呢 在个别报表 个别看科目 个别科目变化 在个别报表 已经调整到供应价值了 所以在合并报表呢 不需要再调整 那么对于权益法变为成分法 权益法变为成分法 在合并报表的情况下 因为个别报表 它继续按照账面价值来算的嘛 但是在合并报表 要调整到供应价值 借长期股价投资 原持股部分调整到供应 代谢投资收益 或者是做相反的分路 好 再来看金融资产转为权益法 比如说5%到30% 先投资5% 然后又投资25% 变成权益法 那么因为它不涉及合并报表 这个不涉及合并报表 因为本身还没有达到控制 所以它不涉及合并报表 它只涉及到个别报表 个别报表 由于科目发生变化了 原来是金融资产 现在变成长头了 科目发生变化 所以原来的那部分 按照供应价值重新 那就是借记长期股价投资 原来的供应 再加上新支付的对价 然后其实 当金融工具和长期股价投资 它们之间科目发生变化 实质就相当于 相当于 就是在个别报表上 就相当于把它处置掉了 就相当于把原来那部分处置掉了 你看是不是 是不是就相当于 把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按照供应价值给处置掉了 然后又按照供应价值 买的长期股价投资 这就是这么个业务 把这个相应的金融资产 空掉 然后如果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呢 账面价值和供应价值的差额 进入到投资收益 如果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账面价值和供应价值的差额 进入盈余公计 还有利润分配 然后对于新支付的对价 待机银行增加 然后如果是原来指定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然后有其他中额收益的话 你这个都没了 那其他中额收益呢 要转到留存收益当中 借其他中额收益 带盈余公计 利润分配 或者是做相反分路 好 下面我们看一道 金融资产转为权益法的立体 贾公司于205年2月 取得乙公司10%的股权 对乙公司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 贾公司将其分裂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窃其变动计入其他中额收益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给它直接指定为 直接指定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了 投资成本是900万 取得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 供应价值总额是8400万 在内容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相等 2056年3月1日 贾公司又以1800万的价格 取得了乙公司12%的股权 原来是多少 原来是10% 然后又取得了12% 现在是只有22% 当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供应价值总额是1亿2000万 取得这部分股权后 按照乙公司章程规定 贾公司能够派人参与乙公司的财务和 生产进行决策 对这项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权益法合算 那么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现在变成了长期股权投资 科目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变化就相当于 原来的那一部分 按照公允价值处置掉 按照公允价值处置掉之后 然后又按照公允价值 买入了长头 就是这么个逻辑 假定假公司在取得乙公司 10%的股权后 双方未发生任何内部交易 未派发现金股利和利润 除所实现的净利润外 未发生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事项 2006年3月1日 假公司对乙公司原来10%的股权投资的 公允价值是1300万元 原来进入其他中国收益的 累计公允价值变动收益400万元 好 咱们看一下 由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变成了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长期股权投资的 原来这部分 原来10%的入账价值是多少 按照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 然后新增加的这一部分 这个加上这个 作为他现在22%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入上价值 然后对于这个其他中国收益 因为就相当于把这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处置掉了 那处置掉了其他中国收益也要转掉 转到留存收益当中 本例中 2006年3月1日 假公司对乙公司投资的原10%的股权 供应价值是1300万 因追加投资 敢爱权依法核算 原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供应价值变动收益 400万元要转入到留存收益 假公司对乙公司股权增持后 持股比例达到22% 初始投资成本 原来这部分的供应价值 加上新增的对价 也就是3100万 应享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份额是多少呢 这个时候是12% 22%是2640万元 那么我的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享有的供应价值份额 所以不需要调整长头的账面价值 就按照这个 作为长头入账价值就可以了 假公司对上述交易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3100万 代计一个 这3100万是用什么换来的 一个是银行存款 1800万 还有一个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因为本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就是按照供应价值计量的 所以代计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00万 然后这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就相当于卖掉了 卖掉了其他综合收益 在持有期间的其他综合收益 这400万要转到留存收益当中 借其他综合收益 代计盈余工具 代计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分别按照10%和90% 盈余工具就是40万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就是360万 好 再来看第四种转换 权益法转换为金融资产 比如说30%降到5% 那就处置了 处置了一部分 对于处置部分 处置部分 不管是哪种转换 都比较好做 就是处置部分 你就按照收到多少钱 借一样存款 按照它的账面价值 相对的份额 带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呢 差额 借记或者带记投资收益就行了 然后 由于权益法 转为金融资产 相当于你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全部处置了 其实相当于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全部处置了 当然我们这说处置部分 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剩余部分 其实就相当于全部处置了 那么对于你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持有期间 持有期间 确认着其他综合收益 确认着资本公积 可以转损益的这一部分 你要给它转掉 因为长头都没了 长头都没了 相应的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 给转到投资收益当中 当然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得是可专损益的 那么对于其他综合收益 不可专损益的 转到留存收益当中 好 那再来看剩余部分 就是权益法变成金融资产的 就是30% 比如说卖掉25% 还剩5%呢 剩5%怎么办 由于科目发生变化了吧 原来是长头 现在变成金融资产了 无论是交易线金融资产 还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都变成金融资产了 科目发生变化了 按照供应价值 借交易线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按照供应价值 再寄 唐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看海上多少给它冲掉 差额 记录 投资收益 你看是不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把这30%的长头 都复制掉了 只不过这25%呢 我是卖的钱 剩下的5%呢 我是换成了 相当于我卖了之后 换成了什么 换成了金融资产 相当于把这30%都给处制掉了 这就是金融工具和长期股权投资 他们在个别报表上 如果一旦科目发生变化 就是相当于处制掉了 就是相当于处制掉了 好 我们看一道具体 这个是权益法转金融资产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 30%的有表决权股份 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对该股权呢 采用权益法核算 2020某8年10月 假公司将这项投资中的50%出售给非管理方 原来是多少 原来是30% 卖了50% 卖了50% 也就是卖了15% 对吧 取得价款呢 1800万元 相关股权 相关股权呢 挂转手续于当日完成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剩余15%的股权 无法再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转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切记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核算 也就是给它转为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由唐头变成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科目发生变化了 剩余部分要找供应价值 股权出售日剩余股权的供应价值呢 是1800万 那也就是说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按照1800万来入账 出售这个股权的时候啊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呢 是3200万元 其中投资成本2600万 损益调整是300万 因被投资单位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以供应价值计量切记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的累计供应价值变动呢 享有部分是200万 这个是基于其他综合收益的 但是这个不能转入损益 那除了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是100万 也就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100万 那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加定甲公司按照净利润的10% 提取益工具 那么相应的 我们说这个长级股权投资啊 变成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就相当于把它处置掉了 那么相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相应的资本攻击都要转掉 那么这个呢 不能转损益转到流存收益 那么这个资本攻击呢 是可以转到损益的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首先确认有关股权处置的损益 卖掉了一半 原来的股权的账面价值是3200万 卖掉一半呢 对应的账面价值是1600万 所以是带长期股权投资1600万 卖了多少钱 卖了1800万 借一行存款1800万 差额代计投资收益200万 那么由于这个 长期股权投资都卖掉了 那么对于他持有期间的 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呢 不能转入损益 对吧 不能转入损益 那么跟他相关的长期股权投资 都已经卖掉了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也要转掉 注意是全部转掉 是全部转掉 因为权益法已经停止了 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了 所以呢 全部转掉 全部的这200万都转掉 全部200万都转掉 借其他综合收益200万 代计 因为他不能转入损益嘛 那这个是属于 这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引起的供应价值变动 所以代计 益于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配率分别按照10%和90% 然后由于终止采用权益法 原来记录资本攻击的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也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借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100万 代投资收益100万 那剩余这部分 剩余还剩15%呢 剩余这部分转为什么 转为了这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当天的供应价值呢 是1800万 账面价值呢 是1600万 两者的差异 进入当期的投资收益 就是相当于 把它按照供应价值卖掉了 那就剩余部分 由于科目发生变化 就是相当于 把它按照供应价值卖掉了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800万 代长期股权投资 剩下那一般的账面价值 也是1600万呢 差额代即投资收益 200万 与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